神的华丽 天天自祥 今日拔堂 一到二十一节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叠在那绊脚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祈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 那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我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西里尼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 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民的 就必得救 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 何等加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 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 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 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 传到地级 我再说 以色列人 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那 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 无知的民 触动你们的怒气 又有以赛亚 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 那被你顶嘴的百姓 好 各位平安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罗马书的 九章的后半段 到底十章 那在九章的后半段呢 保罗就特别讲了一个 为什么犹太人 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义 可是外邦人得到这个义呢 保罗讲得很清楚 他说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反得的义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你追求律法的义 非常的律法 对不对 反得不到律法的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所以你看 犹太人凭着行为 在殿堂中祷告 做很多很好的仪式 对不对 可能那都是虚假的 耶稣基督经常把他们假冒为善 那外邦人呢 他也不在殿堂上 可是呢 外邦人只是因为单纯的相信 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 就因此而产生的差距 产生的不同 一个很敬虔很努力的 可是他得不到那个义 可是外邦人单单的相信 还记得那个百夫长吗 或者说那个寡妇这些 通通都是什么 都是凭着信心求的 就得到那个义 那在保罗心中还是跟神求说 哇 还是希望以色列人也都能得救 但是以色列人就很难 所以保罗特别讲了说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如果说以色列人你还不认识基督 他就是所有律法跟诫命的总纲 还记得律法师来问耶稣基督说 诫命中哪条是最大的 哇 天啊 律令典章613条 哪一个是最大的呢 耶稣回答说 尽心尽信尽义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 所以爱神 爱神 这样子 爱人 就是一切 这些诫命跟律法的总纲 那个英文叫hand 挂在上面 就是好像你挂衣服 挂衣服 衣服架 对不对 挂很多 可能你需要一个晒衣绳 对不对 晒衣绳就代表那个爱 那个总纲 因为有一条爱 所以你说的律法挂在上面 都能够有果效 而不是靠律法去走插边球去犯罪 而是靠这个爱心挂在一起 所以英文叫hand 挂在上面 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这是犹太人到现在还没有看懂的地方 这非常可惜 从保罗两千年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保罗最后再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无论是 特别是外邦人 是求靠祖民的必要得救 他讲的两句话很有趣 我待会把它帮抖成一句话 他说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今天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这句话 你是不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是 你心里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是 他就可以得救 可以称义 那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这两句话我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就是 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你就得救 那心里相信耶稣基督 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你就可以称义 哇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你相信就可以称义 因为我们你相信的 将来我们也是一样从死里复活 那这么重要的道理 到底怎么样传进来呢 又怎么样来相信呢 所以保罗特别讲说 他已经把真理讲出来了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对不对 可是到底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呢 就是要人传啊 要人听到啊 对不对 所以保罗说 人未信他只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只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只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只能传道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 我们的牧长传道 包括你在内 我们都是奉差遣的 你能传道吗 所以保罗在后面第17节讲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 这短短的这段经文当中 这个经文在罗马书10章9到10节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 问题来了 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你真的是凡事让耶稣基督 凡事是做你的主吗 你是不是凡事都尊主为大 还是你做主 是 我们经常是把耶稣基督 放在宝座上面 可是当有些事情 你想做的时候 把耶稣请下来 你做上去了 出了一些问题 很多 主啊 确定帮助我 又把耶稣请回来 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这样子呢 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就让祂做主 让耶稣基督做主 对不对 你就得救了 你就得救了 什么叫得救呢 哇 你就是凡事都顺利亨通啊 困难当中你就得救了 另外就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你如何去传扬福音呢 让别人听到这个道 这个道呢 首先你必须要对基督的话熟悉 那基督在四福音当中讲了那么多话 你都还记得吗 你是不是应用基督的话来传扬福音呢 比如说有人问你说 什么是真理 如果官问你这个真理 你很难回答 对不对 那今天是我们的总统讲的是真理吗 行政院讲的是真理吗 那换了一个总统呢 拜登是真理吗 耶稣基督说什么 反正凡事信我的 就必得真理 真理让我们得到了自由 这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这里讲的是说 有自由的地方是真正得到真理的地方 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一吵架 心里不愉快 这就不自由 这就不是真理 那当你跟你的太太认错 跟先生认错 你又不再这样做的时候 从此就是又开始恢复到美好的光景 那叫做真理 因为得着自由 所以你光把基督的话诠释出来 他们听很有道理 我也需要得到这自由的灵 那怎么得到呢 就是耶稣基督你就能得到 这就是听基督的话 你才能去传道 感谢主 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 心中长存的一个欢喜的心 能够把神的话语 应用出来传扬出去 保罗非常期待以色列人能够得救 可惜他们得不到 就是因为他们靠着行为 感谢主 我们是凭着信心来信 而且我们不但信心 我们得着了还要去传出去 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语 要更加的熟悉 愿上帝赐福各位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